車種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直播大家分享的車種 是 經常在KTE粉絲團裡面跟大家分享的車種 是Big Tita 那這台是 14年的NA款 這是車主使用10萬公里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現在已經拆下來了 那車主的話已經有改了17吋的鋁圈 還有PS4的輪胎 這套輪胎我自己也用了一套 算是中規中級的結胎 還可以還不錯 那今天除了要裝道路版的避震器之外呢 還要裝前面325的加大碟 避震器的部分我跟師傅剛剛已經施工完畢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好了 前面的話呢 這一台一樣是道路版的 所以我們配置的話呢 是配置了 200長6公斤的彈簧 然後油管固定架跟ABS感應器的位置呢 這一台的話 常常在那個直播中跟大家介紹 這都是跟原廠位置一樣 離載串的話也不用換 就直接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個是200長6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KT也都有附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在Youtube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有這台車的詳細介紹 那這一台車的強化上座 所選用的軸程呢 是日本KOYO的軸程 那這裡可以調整阻尼段數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T打呢 它有一個T打跟iT打 它有三個 上座有三顆螺絲 也不用再拆內裝 直接從這個地方就能夠拆掉 變成器的上座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維修孔 這個是另外第三顆螺絲的上座 這顆是1.6升NA的引擎 躲散率還不錯 那就是主要就是變速箱 要特別要注意保養的部分而已 那車主也有改了 魚眼霧燈 目前現在在施工的部分 是要把原廠的碟盤拆下來 那等一下預計呢 要裝上325mm的加大碟 這個是325mm的 用料的部分的話 裡面的填充的主營友呢 是義大利IP的主營友 義大利進口 一整桶進口的主營友 油封的部分的話 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耐用度很不錯 T打的話 因為工廠裡面有一台試乘車 所以很感謝 替打車友的工廠 然後這裡有油管架 跟ABS感應線的部分 那現在這一邊的話已經裝好了 現在在施工的是加大碟的部分 現在要把原廠的卡鉗 把轉接座把它拆下來 然後把盤面把它拆下來 那這個有一個正常的SOP 因為使用了這台是14年的車款 所以HUB的話 哈姆的話這裡會生鏽 所以等一下呢 需要做拋鏽的動作之後 再上一點防卡劑 正常我們會上的是 浮世的鋁1100 它的防鏽效果很不錯 那為什麼要換加大碟呢 因為原廠的盤進呢 它做的比較小 所以把盤進加大之後力舉加大 所以它的煞車的自動力道呢 就會增加了 這個是最簡便的強化煞車的方式 當然會比較建議 前跟後呢 一起把它做升級 或者是連來令片一起升級 那如果這樣子還不夠的話呢 就要換成多火塞卡鉗 那特別留意的是 Nissan TIDA這一台的NA款 跟渦輪款 它的前面的轉接座呢 是不同的 所以兩個的加大碟呢 規格不同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現在要把 它原廠的碟盤 要把加大碟把它拆開之後呢 這個盤進的話 需要清潔一下 要稍微清潔一下 方向按下去 方向對 這個我們把它裝順向點 這是左邊 到這邊 其實這個方向的話 順向跟逆向都可以 它的自動力道其實差不多的 那倒起來 對啊 可以可以 來幾碗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煞車 它的盤進的話 原廠比較小 那改裝加大碟呢 它的盤進比較大 那最主要是要把 用一個轉接座呢 把我們卡鉗座的部分 往外抹 它的盤進才有辦法塞得下去 所以這個是換加大碟 是很一般基礎的 煞車升級 原廠來臨片也還蠻耐抹的 這個用了十萬公里 還蠻厚的 所以來臨片的話 車主就暫時沒有要做升級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 車主的那個車漆 這個有鍍膜 也都是車庫車 雖然四年 但車況還很好 後面的話呢 它的結構很單純 跟FIT SWIFT一樣 後面都是這樣拖一臂的系統 那拖一臂的系統 有一個最棒的優勢 就是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 會變大 結構也很單純 就彈簧跟便宜分開 那對於操控的話呢 有一些車種 像是去年上市 還是前年上市的HONDA FK8 它的後面呢 其實也像這麼陽春的設計 但是它在紐柏林賽道的成績呢 就能做得很棒 所以並不是說 這樣的懸吊設計好或不好 那單純是因為設定 原廠的設定不一樣 要做得很競技 也是可以的 然後它的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附橡皮 有附防塵套 跟緩衝饅頭 這個 防塵套呢 它是做全造式的防塵套 當車身降下來之後呢 它會整個照住裡面的軸心 所以這裡也不會積水 然後它的防塵效果呢 也會特別的好 那車高的調整 今天預計車高的話 大概是三指半左右 因為本來的車高 改了215、45、17的輪胎 大概會接近六指五 所以這個托盤也都有裝上去了 那等一下的車高呢 會落在三指半左右 那後面像這樣懸吊系統 我們如果有看影片的車主呢 像也有很多的車主 看了馬五的直播影片之後 來討論一些安裝的細節 那很謝謝大家收看 有很注意用心在看影片 那後面的安裝特別的技巧呢 最主要就只有一個眉角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現在我們車子撐起來的狀況呢 它這條彈簧是大概210mm左右 那這個210mm呢 如果壓縮到180mm 那想必它預載的程度很大 預載了3公分 所以當車身放下來之後的乘坐感覺 就一定不好做 那為什麼要做預載跟不要預載 因為一旦預載過多呢 它的會有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乘坐感會不好做 第二個呢 它統身的壓力呢 會上面有一個面影橡皮 當車身彈開的時候 面影橡皮會有異音 第三個 當這樣的情況一直不斷的發生的時候呢 也許有可能開個大概 六個月八個月之後 統身就會有問題 所以後面的安裝技巧 在這樣懸吊機構裡面呢 特別特別的重要 一旦後面彈簧跟DNP分開的時候 就要請技師安裝時候 特別特別小心這樣的地方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那其餘細節的話 就沒有特殊的地方 因為這個後面的結構很單純 那預載的部分的話 有常常看影片的車友們 就大概可以了解到 這個地方呢 是在調整車高 當車高設定完畢之後 這個統身的長短呢 它並沒有辦法來調整車高 它是老二 它是來搭配這個彈簧的 如果我們把統身調得很長的時候呢 它的彈簧就會鬆脫 如果我們統身縮到最短的時候 它彈簧就會欲窄過多 所以怎麼樣才是最好的狀況呢 就是剛剛好彈簧碰到它的長度才是剛剛好的 所以後面的話 安裝的時候呢 一定要特別特別留意這個地方 那後面安裝完畢之後 調整完畢 這一個托盤呢 不必要記得把它鎖緊 不然一樣會有硬硬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後面特別要安裝的技巧 那後面的話 我們有看到的 之前有影片中介紹過的 是它的上座部分調整 主尼部分的話 它是有做一個 原廠有做一個維修孔 直接維修孔在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主尼的調整相當方便 從這裡就能夠做主尼的調整了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呢 把這個試蓋掀開之後 就能從這個地方來做主尼的調整 不用再拆內裝的飾板 所以替打在維修的時候呢 其實相當的方便 那因為這台車其實裝很多很多台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直播時間 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因為現在的話 就只有剩下前面的加大點 在做安裝而已 現在已經把奔棒跟卡鉗 因為把來臨片已經拆掉了 今天預計的色高大概是三指半左右 那如果車友們有興趣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後台的小編聯絡 我們目前廠裡的試乘車有好幾步 那歡迎大家前來試乘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 掰掰 SS работу